今天咱们安装一下唤醒油箱盖 咱看一下咱们这个原车的或者改装的油箱盖已经拆下来了 这个原车和改装的油箱盖是有四个卡子 就这种 大家看一下里面这种卡子 这种卡子它是卡着咱们这个车身的铁板后面的 然后咱们如果不好拆的话 咱可以把尾灯拿下来 把尾灯拿下来以后呢 从里面用改装捅它这个卡子 然后往这边掰它就能把它拿下来 然后咱们这个油箱盖也是拋这四个卡子 卡到这个车身铁皮上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这有一个定位销 这个定位销呢 咱们要跟车身上这个定位孔重合 重合以后咱们把它用力的拍进去 让这个卡子卡到这个车身的铁皮上 咱就安装完了 下面我把这个把它卡到里头再来看一下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胶圈啊 要是JK车型的话 你需要使用自己车上的这个胶圈 还有咱们安装之前要把这个鱼烟盖先打开拿下来 把这个鱼烟盖装到上面 咱们把这个胶圈上好以后 对准咱们的那个加油口 然后把这个胶子对准这个定位孔 这样咱们把这个卡子拍进去以后 那就安装完成了 如果是GOL车型的话 咱们这个底座是长这样的 就比那个大一点 然后咱们的定位孔是长这样的 也是跟车身的那个定位孔配合来定位 直动 然后也是由四个卡子固定 咱们把它拍进去就行了